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 现场要带您来关心 在今天新冠肺炎的确诊新增了有250例 死亡新增了有26例 而在确诊个案当中 各县市的分布一样是新北最多的 今天新增了有133例 台北居次有65例 而从6月15号开始 就要来接种AZ疫苗了 新北这一次获得了有8.3万剂 不过就这样的数量来讲 其实没有办法75岁以上的长者 统统施打得到 新北市要如何来因应 带您关心 家隔离列管3577人 今天的新增肺炎病例 以综合24 三床20 永和16 板桥15 新店12 新庄9 408 大概都是比较高的地区 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 多加留意跟好好落实防疫 那目前整体的总确准 人数是5538 还是以板桥 中和三重新庄为最高 那新北市面临在整个疫情高章底下 在整个这几天的确准的个案数 大概都120 130 这左右 我们会更严格的去做好低度的活动以外 也不断的希望呼吁我们的热区 高风险民众赶快进行来快筛 因为我们的整个快筛阳性数已经找到996人 阳性率是1.7 像昨天我们出来栽减的有4698 其中有36个是阳性数 那这里面等于是阳性率是0.8 我想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找到30个 30几个 40几个 主要能够把这些无症状 或是轻症的确诊病患赶快找出来 阻断传播链 以及市长说的我们要精准疫调 用减灾用围堵的方式 让这些确诊的个案 能够匡列以及扩大裁减 把这个部分能够做围堵 减灾的方式来给予减少 那新北市的疫情 只要民众大家配合 我们积极更积极努力做 我们会有效的做好控制 大家潜力以赴 所以假日连续三天 拜托市民朋友 到新北市36处的筛检站 请大家来筛检 6月12号 今天启动林口机动筛检站 拜托林口地区的社区 市民们也可以到 就近的林口机动筛检站 来做筛检 最主要还是要提醒朋友 一类端午假期 那端午假期 我特别到新北市的 我们的交控中心 去看整个车流量 那这些车流量 经过我们的监控点 做一个比较 这一桌 并上周比较起来 我们的车流量 交通量增加了5.8 增加了5.8 其实市民朋友 表示我们大家出来的人 应该比上周更增加了 那至于昨天晚上 礼拜五 高达16.7% 等于是联系放假的前 昨天晚上就增加了16.7% 这样的16.7% 我都不得不非常的担心 我们市民朋友 是不是有的要返乡了 或是有的利用 三天连续假期 要到哪里走一走 这16.7% 真的比我们平常的礼拜五还高 所以我要拜托市民朋友 一定要宅在家 一定要保持低度的活动 这16.7% 有可能就造成我们防疫 最大的压力 以及破口 这个要拜托大家 这16.7%的比例算很高 不然你各位来看这个曲线图 U-bike U-bike 我们绿色的U-bike的线 是我们上周的平均 的整个U-bike的使用 各位看到红线 红线就是最近 本周这几天 U-bike的量 U-bike的骑乘的量 比我们上周的量 就超过了一倍以上 所以这个一个比较各位很清楚 红线的就比绿线的就超过将近一倍 南线的是在228早期的联系假期 我们不要管早期的 我们管最近这段时间 U-bike的使用就增加一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车流量 以及我们的交通量 以及我们的U-bike就可以显然看到 这一座跟上一座比较起来 市民朋友的活动 似乎比平常高了很多 起码比例最少5.8 那昨天晚上高达16.8 拜托大家 不要再回去过床 我们稍微停在我们的身边 拜托大家 所以市长今天一早 把这看我们的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 我们请了警察 市场处 驱公所 跟自治会 严格落实管理 二分之一的人油管制 你采取的 不管你是进主汽车方式 或是里长 自行分配里面 到市场的过务时间 或是用身份证尾数 或是用交通连赶的分流的方式 你用任何方式 起床 到现场击查 就是二分之一 今天我去看了市场 看了湖美市场 不错 有做到二分之一 但是其他市场 也要比照这样方式来管理 至于我们最关心的 其实大卖场 大卖场 一定更严格 一定要低于二分之一以下 我都有定人数 定人数 我去看了 Costco大卖场 人数绝对不可以超过 一超过 我就晃 这没有二话不说 就晃 再严重 就是暂停营业 所以不但 容留人数标准 顶好 也要禁止行动 来每当真过行销 不能办任何的真过行销活动 带动情绩 这个如果 不听 不禁止 只要违反规定 我们就会来做处罚 所以卖场 人流 绝对不可以超过 OMG 今天我去看了 目前做的 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 我还是不断持续的 会去做稽查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疫苗 疫苗 在今天早上 送到了新北市 总配发量 8.3万剂 这8.3万剂 我们立即 在早上接到以后 从今天下午开始 就立即施打 我们下午施打的 先从洗肾患者 以及注释型的长照机构 开始施打 因为这一列 风险最高 最脆弱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接到了 我们下午立即展开施打 我们一刻都不停留 至于市民最关心的 其他的类别的 像我们75岁以上的长辈们 到底如何施打的方式 市长在昨天已经报告过 我们要用分期 分离 分时段 分流 来做施打 这个时间点 我们市间 在昨天 就已经跟里早 大概在沟通 整个时段 都已经定案 所以当今天早上 疫苗一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一估 我们大概可以拿到多少剂 所以在昨天我们就判断 我们可能可以施打的 就是85岁以上的长者 因为中阳也做如实的规定 越高年龄的风险越高 可以优先来做施打 所以我们先抓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85岁以上的长者 大概约5.3万 这5.3万的长者们 就在我们第一个阶段里面 要来启动 施打 所以为了让这些85岁以上的长者 不要烦恼 不用急 一定让大家打得到 所以新北市 在即的85岁以上的长者 一定打得到 所以大家不用急 所以我们打算是第一阶段 所以包括只留5000剂 给第一类跟第三类防疫人员 及高阶层风险者5000人 其他的都是5.3万的长者 以及洗肾注射型的长照机构 这些2.4万人来接种 所以今天200队的机动队 已经部分出动 开始施打洗肾犯者 跟长照机构 所以从6月15号 我们就会接着开始打 85岁的长辈们 所以这里整个 分实乱留长施打的方式 我特别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施打的方式 有线上预约 有线上预约 以及 有线上预约 以及 对不起 前章 有线上预约 还有 对这张 有线上预约 跟照册 以及 长照机构 我们已经开始打了 那85岁以上的长者 打的是21家合约医院 以及 29家的卫生所 跟中大型的接种站 所以这个部分 85岁以上长者 用线上预约的方式 然后里长 我们护证机关都有照册 资料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请大家放心 85岁以上再急的长者 一定打得到 所以大家不要急 我们会 好好的做好分配 只要大家安全 健康底下 可以按照时段来 施打 就不会有群聚的事情 那这里面特别把所有的资讯 在民政局的各区的接种站 以及卫生级的疫苗接种地点的资讯 都可以QR Code 大家进去少 进去看 都可以看得到 至于我们也派出车队 这车队有两种 一种是新北市提供的大巴士 来请里长来做接受 另外有一种 各位也可以来叫四大计程车队 施打疫苗 优先的派车 那这些计程车的轿车资讯 都会在网站 让大家清楚的知道 这里面有电话 至于新北市为了宅在家 大家不会很无聊 就推出了新北安心宅 防疫不无聊 那这个部分有十几家影剂 好 新北今天拿到了 有8.3万剂的AZ疫苗 预计在6月15号开始施打 针对首先的是 85岁以上的长者来施打 更多的续习内容 稍后马上回来